優勝之處是損傷很接近你的病座 例如1mm大 損傷的範圍是1mm多一點 操作方面比較簡單 安全 而且不會有一定的疤痕 就算有疤痕的來說也比較用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全科醫生何兆輝 跟我們分享醫學專業知識 何醫生你好 你好 二氧化碳激光除了可以應用在皮膚科之外 我們也知道它可以應用在醫學美容的不同範疇 請問何醫生可以發揮到甚麼作用 二氧化碳激光在皮膚科或醫學美容方面 都有很大的作用 例如我們常見的很簡單 有一個蜜、有一個痣 我們想脫掉它 激光脫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特別有些特殊位置的痣、蜜 用其他方法來處理 不是那麼容易 例如有粒蜜在眼睫毛 我們要怎樣辦呢 我們要切又不行 要冷凍又不行 用激光就可以很簡單地幫它去除了 另外其他皮膚美容方面 例如一些眼鏡上面有兩塊黃色的東西 我們叫做檢黃油 例如眼鏡下面有些叫做寒管瘤 或者是有些暗瘡 暗瘡可以將它切開牌籠 到暗瘡後期的凹凸凍 我們需要將它修復平整磨削 或者做手術後的手術的疤痕 很久了 但是不漂亮 我們想將它磨得漂亮 都可以通過二氧化碳激光 來達到我們所需要的目的 採用二氧化碳激光這個方法 它比傳統的方法優勝支柱是哪裏呢 優勝支柱就是它的損傷 是很接近你的病造 例如瘡瘡1mm大 我們的損傷的範圍 就是1mm多一點點 操作方面又比較簡單 其實又安全 還有它不會有一定的疤痕 就算有疤痕的來說 也是比較小的 另外它本身也可以處理有疤痕的問題 有時它可以用激光磨削 另外我們常見的兩個皮膚的問題 包括是玫瑰座瘡和微血管擴張 這兩個問題又可否應用二氧化碳激光 二氧化碳激光對這兩種問題 就不是太大幫助 因為玫瑰座瘡實際是 尼曼性的皮膚發炎 充血發紅 微消管擴張就是血管擴張了 二氧化碳激光主要是在表皮的問題 而這兩組問題都是在真皮層那裏 比較好的處理方法 可以用采光 可以用射頻 或低能量的激光照射 都可以達到一定的效果 很多謝何醫生今天的分享 再見 再見 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 記得下載Doctor App 留意最新健康資訊 請就要注意 再見 早安 可以 頂上